大家好,我是崔医生 尿频漏尿这个问题是很多人的一个心病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同程度的被这个问题困扰 对于中老年男性来说 由于肾气亏虚,气化异常,固涉无权 控制膀胱的开合能力就会减弱 就会引起尿频尿急 有的甚至憋不住尿 尿液点滴而出 非常影响生活质量 甚至对社交和工作也有严重影响 有时甚至相当尴尬 对于女性来说 女性尿湿剂主要和分娩或者是 由于绝经期女性体内磁激素水平下降明显 膀胱扩液肌功能失调而出现尿湿剂 造成很多女性甚至打个喷嚏 咳嗽时都会漏尿 那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长期这样可能会导致反复泌尿生殖道感染 有些甚至要穿戴直尿裤 还会出现湿疹提炎等 身体衣服还会出现异味 很影响身心健康 严重时会导致抑郁 那针对这种情况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味中药 这味中药也是很神奇的 最擅长解决小编问题 哪味中药呢 就是金英子 以前农村非常常见的一种野果 长得像个糖冠 外表都是刺 酸酸的不是太好吃 金英子胃、肝、酸、色、性贫 归肾、膀、膀、膀和大肠经 具有固精缩尿 固绷止带 色肠止线的作用 从功效看 它的功能全部集中在 膀胱及其周边 所以金英子最擅长解决的 就是小编问题 而且金英子性胃有三种 分别是肝酸色 肝胃、易粒生肌肉 阔约肌也是肌肉 所以说金英子可以加强 扩约肌的收缩 以舒张功能 让膀胱扩约肌该收缩的时候收缩 而酸色味呢 则具有收敛的作用 可以直接固设身体的精华 就是说金英子能够直接 把尿收补、固扭 不让它随随便练出来 还有就是金英子可以加强 肾的疯藏能力 肾四二变 肾的功能强大了 二变就不会出问题了 那怎么用呢 当然现在想到农村去找金英子 还是有点难的 不过既然金英子作为一种中药材 一般的药店都有卖 而且药店的金英子是经过处理的 外面的刺已经没有了 买回家后 直接煮水喝就可以了 一般用上一周到两周左右就有效果 所以有小便问题的患者 只要不属于气质性病变 不妨试试金英子煮水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 可以留言交流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留言加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